什么事 我想找一样东西 找东西 找什么东西 一个罗盘 罗盘 什么罗盘 风水罗盘 之前 这个罗盘是放在古董店的 收回古董店之后 我在店里到处找都没有找到 我想 可能是当时许少林 霸占了古董店之后 被他弄丢了 什么罗盘那么重要呢 这个 我可以暂时不说吗 纽小姐 我办案子 是需要线索的 否则 线索 我有一条 我要找的 就是这个风水罗盘 现在唯一的线索 就是出现在这个电影海报上 期限 只有三天 三天 哦 如果你们能找到这个罗盘 我愿意出三百大药 三百大药 对不起 纽小姐 这个案子我不能接 为什么 除非 你说出事情的真相 我的直觉告诉我 这个案子 并没有那么简单 要不然许少林当年 也不会费尽心机的 去抢夺古董店 还有顾家那么多条人命 如果这个案子 没有那么大的危险 你会出三百大药 这 纽小姐 你完全可以信任 深山姐的 既然燕没这么说了 我就把事情的真相 河畔拖出 你们知道孙电英吗 孙电英 就是那个盗窃乾隆 和慈禧陵墓的 那个孙电英 他盗的那些东西 渐渐都撑得上国宝 这个罗盘 和孙电英 当时盗取的 部分国宝有关 事情得从 十一年前说起 当时我和顾连恒 正专心经营着 一家古董店 孙电英盗取国宝之后 就将其中的 一部分国宝 让他堂地 运到了上海贩卖 顾连恒得知 这个消息之后 就冒充大英博物馆 驻上海办事处的人 和孙电英的堂弟联系上了 瞧 瞧 瞧 你们好 我是大英博物馆 上海办事处 史密斯 二位请进 二位好 这位是我的秘书 二位不介意的话 先让我们检查一下 反正价钱砍好了 没有问题 就直接装箱了 钱一伙信回来 我们可说好了 我只要小金条 我准备的就是金条 就放这边好了 好 请坐 好好好 二位请 好 送回宗花鸟图一副 此行欲用匪 翠如药 潮珠以纯下 弥勒佛爷一跡 珊瑚树一珠 后头带活迹十八紫珠敬一串 钱炉一般纸一枚 玉用陈香炉一枝 白玉鹅蛋一枚 大金钢钻五颗 红宝石莲花一朵 喂 好 知道了 送钱的人已经到楼下了 二位跟我下楼去取吧 好 坐坐 那不中 咱不是说 说好了吗 一手钱 一手货 我俩下去 东西被拿走了 怎么 对对对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我们走了 东西不见了 怎么办 那好 东西就在箱子里 你们二位看好了 我跟我秘书下去 去取钱 你们稍等一会儿 对 对了 稍等啊 快快快 回回来啊 小子 发财了 这怎么还不回来啊 会不会是骗子 骗子 不 不呢 都东西还在这呢 来 来 你是来送钱的吧 我不是 我是来打扫的 史密斯先生已经退房了 你们 杂把人 让他们 都帮我 你们就这样 骗走了这些国宝 这些国宝 又不是孙殿英家祖传的 一样是不义之才 就看谁比谁狠了 那这批国宝 一直都在你们的 古董店里是吗 一开始是 可是没想到 顾连衡这个杀千刀的 得到国宝之后 就想把我甩了 跟一个狐狸精死奔 那两个傻子 丢了国宝之后 不敢回去见孙殿英 就一直留在上海 到处找我们 我当时还念着旧情 想把顾连衡 留在身边 就出了一个主意 我们买了一块 造别墅的地 把这些国宝 买在地里 按照我们祖上 船下的八卦阵 买上了地雷 这样就不怕被人偷了 地雷 顾连衡年轻的时候 上过军校 决的就是兵器制造 造地雷 对他来说不是问题 地雷一线都接好了 接好了 谁进来就炸死谁 走吧 你还记得出去的路吗 你自己买的雷 怎么不记得了呢 你让我买哪儿 我就买哪儿啊 这 这 现在看上去都差不多呀 我们纽家的八卦阵 哪那么容易就被看破了 你来 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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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啊 玉玲 我在这儿呢 玉玲的 你怎么自己出去 不带上我一起呢 你想跟那个狐狸精 远走高飞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顾连衡啊 你选好自己要走的路 跟我走呢 你还能活下去 不然 你就等着被炸死吧 哎 你要知道 你四周埋的都是雷 你心里明白 他的威力有多大 你疯了吗 你 你想炸死我独吞的宝藏啊 你 独吞 顾连衡啊 顾连衡 你别以己夺人 你入追到我们纽家之后 我们给你好吃好穿的 哪点对不起你啊 你现在翅膀硬了 想跟这个狐狸精 带着宝贝私奔 哎呀 夫人 我前阵子鬼迷心窍 做事不地的 哎呀 夫人 多包涵 多包涵啊 啊 还有呢 哦 咱们好好过日子 等着风头过了 咱们把这宝贝挖出来 咱们卖了它 咱们从此逍遥快活 神仙都羡慕 行吗 好吧 我相信你这一回 哎 往左三步 哦 哦 哦 往右三步 往左四十五度三步 哎 往右四十五度三步 哦 然后呢 王左九十度三步 哦 哦 哦 往前指走 哎 夫人 你就不怕我出了地雷阵 不要你吗 我才不怕 没了我呀 你能取出这些宝贝来 啊 啊 哦 啊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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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ps